但是最后也可以提醒大家,在手游股里面,其实如果只有两只手游股去选择,比如说是网易和700,其实有机会网易的股价会持续,还是相对稳定那700都不停的 因为最主要,其实另外一个很有趣的数据给大家听,因为大家知道700一向来的市占率也是第一的,这个毫无疑问 但是原来网易的市占率是近一年里面是肖肖地回升了很多,都去到他近一,起码6年里面最高的水平 他在市占率最低的时候,他大概20%是松一点的,但是原来很多人都不知道的,以下这个数据,就是如果你看到他最新的数据,他那个市占率竟然去到29% 29%是他近年是最高的水平,相反呢,腾讯呢,市占率是跌了一点的,放心跌了一点的 就是说网易的生意的成长,不是完全建基于抢700的痛苦之上,不是这样的 但是就是说,网易的市占率的扩张,其实是一个所谓的事实来的,所以我们也会展望,将来一段时间 网易那些游戏如果继续来说,是有一个粮食的发展的话,可能它有股价稳定性,是会稳定过700的,甚至 把这种虎稳定的套状认,在这里面有一个小时的 电视连续提供的过程序值,又连续提供的手头